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做这个maximum swap的题目 Given a non-negative integer 这题的意思就是说给你一个非复数 然后你可以最多交换两位 然后来得到这个最大的值 然后返回这个最大的值 你可以得到最大的值 这个例子的话就是2736 你可以交换27来得到7236 这是最大的数 9973你交换的话 就没有办法得到最大的数 怎么思考这道题呢 比方说你在2的话 你就会想在剩下的几个数中 找一个最大的值跟它交换 所以有点像greedy的 就是有点贪心 就是你从左边开始 只要能找到右边比它大的数 你就就是最大那个数 你交换就好了 但这里还有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出现了多种可能的位置 比如说2996 那其实你能得到最大的数应该是 交换最后一个9跟这个2 所以说这里的话 你就是从左边开始 你要得到右边的比它最大的数 并且是越右越好 然后一旦有这样的数 你交换就可以得到结果 那么暴力减法的复杂度是n平方 能不能更快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你一开始就是便利这个数组 然后你记录下 就是每一个值最后出现的位置就好了 因为只有10个可能嘛 就0到9 然后你再便利一下这个数组 如果你在每个地方查看一下 就是你在每个地方尝试从9开始 一直到比它大的这个数 看那个数出现的最后的位置 是不是比当前的位置要厚 如果是的话 我们交换一下就可以返回最后的值 所以是10乘以这个number的位数 然后所以总的来说 这实验复杂度是线性的 也就是on就可以了 因为10是一个常数 所以我们现在来做这条题 首先它给的是一个整数 所以你要把它转化为数组 那怎么做呢 就比较简单嘛 就你先把它转化为字符串 然后tuture array就可以了 stringValueOf 就是它你这样就会得到个字符传 然后tuture array 然后你要记录到每一个digit 它最后出现的位置 所以就是last index 然后它的size应该是10 以iterate这个number chars array数组 因为你想要得到最后的位置 比方说是两个9 你肯定是交换最后一个9的位置 就是交换最后一个9 跟当前的2 才可以得到最大的值 所以说越厚越好 不好意思 这里写错了 应该是92 对 所以说 你就要 每次更新就好了 那这里要减0 你别忘记 因为它本来是一个chart 你要把它剪掉 才可以得到一个合理的int 这个i就是它的位置 然后我们就开始 iterate这个numbers chars到length 然后对于每一个数 我们要尝试从9开始尝试 digit从9开始 然后digit要大于这个numbers 就比当前的这个数要大 如果存在这样的数 我们就直接交换 然后这个last index 这个d呢 它的位置要比我们当前的i要大 这样的话就是合法的 所以我们就swap numberchars 然后两位置是 一个是last indexd 还有一个就是当前的i 最后我们就直接得到 我们要返回一个integer 所以是integer valueof 但是我们现在得有的是一个chart rate 所以你还是要首先把它变成string 就是numberchars 那就可以了 所以现在最后一步就是实现一下 这个swap 这个是numbercharsarray 然后一个是int i int j char temporary就等于numberchars i numberchars i就等于numberchars j 最后就是numberchars j 就等于这个temporary 好了 oh sorry 忘了 别忘了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情况 你最后只要返回这个number就可以了 因为有可能它就是没有最大的这个值 好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